哈喽大家好,我是巴黎地宝,巴黎地区18线网红,分享法国买房理财经验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记得订阅哦,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更新的视频了 如果想要联系我的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已经建好了一个微信群 等待大家来加入探讨买房理财的问题 今天和大家聊一下贷款中介费用的问题 我也是上个星期接到了我的贷款中介给我的电话 他就跟我说真惨呀,现在不得不提价了 那他也很热心的给我解释了快一个小时吧 毕竟这个看视频的我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之前已经给大家推荐过一个非常人好的 而且价格很低的这个Goutier房屋贷款中介 那他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我先说一下 首先他适合如果你的这个材料不是很好的 比如说你们两个人一起贷款啊 然后又有个人比如说失业了 或者说你们两个人的工资都不是很高 但是买的房子呢,确实比较贵的那种 那可能啊,你自己去跑贷款的话 银行十有八九都拒绝你 我不是说所有的银行都拒绝啊 可能你会找到一两家银行愿意贷给你的 但是可能这个过程比较曲折 然后又比较耿长 那不如去找一个贷款中介 这样一来你可以比较放心 就是你自己也在找贷款 那贷款中介也在帮你拉贷款 那最后呢找到贷款的概率是大大增加的 那首先是这种材料比较复杂的人啊 那第二种呢就是材料比较好的人 就比如说你收入也比较高啊 你买的房子也没有那么贵啊 是你能够经济上付得起的 那同样这种人呢可以找一下贷款中介 为什么呢 可能你自己找的银行的这个贷款利率啊 比较一般 但是呢贷款中介可以给你一个贷款利率更低的 那你再比较一下嘛对不对 你自己的这个贷款利率 然后贷款中介给你的贷款利率 但是呢你要给中介一笔这个费用吧 那你看看这笔费用到底是能不能够赚钱呢 就比如说贷款中介给你的这个贷款利率啊 让你这个贷款便宜了八千块钱 但是呢你要给贷款中介一千块钱 这样子的话呢你还不是赚了七千块钱吗 对吧 所以总结一下肯定是先找一下这个好一点的贷款中介啊 因为首先他们帮你跑了这个贷款 第二如果他跑出来了这个贷款利率还是很高 你不满意的话 那你就不要他的服务啊 让他这个白跑一趟呗 然后你就还用你自己的银行的比如说 但是当然如果他跑到的比你银行给你的还要低的话 而且你有钱赚的话 那当然你就会情不自禁的选择他的服务嘛对吧 所以呢贷款中介啊也是非常清楚的 他知道你自己会跑贷款 你也可以告诉他你在银行拿到的是多少的贷款利率 然后你告诉他你能不能拿到比这更低的 那么一开始呢这个Gooctier呢就知道你大概是要多少的这么一个目标 他也会尽量的往下拉 如果他拉不到这个目标的话 他也就没有办法了 他也知道你肯定会选一个这个更便宜的对不对 那上一个星期呢我就收到了我这个Gooctier Bord的电话 他就和我详细的说了一下最近的情况 就是本来啊Gooctier贷款中介他是赚两笔钱的 一笔钱呢是银行给他的 他每次做好了一个deal做好了一份交易呢 银行都会给他一定的报酬 那另外一笔呢就是收我们这种顾客的钱 顾客的钱呢他原来啊是原价是大概1500 1600这样子 然后呢因为我们这种认识的人嘛 然后又我推荐的嘛 所以呢会降到1000左右 当然这个1000左右是看你这个profile 你的这个材料的难易程度 像如果你是一个人贷款的啊材料又很容易啊 可能就是1000块1000块以下都有可能 但如果你是两个人贷款呀 然后又有人失业呀 又有这种流水不正常的呀 可能这个就会导致这个材料费贵一点点 这个也是大家能够理解的嘛 所以他一直是保持在这个市场低一点的价位 因为他靠的就是这个流量比较多嘛 然后他自己又有一个adjones在六区 有自己的这个店 然后他也有自己的assistant啊 有助手帮助他处理很多的这个文件 所以他客户比较多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把价钱压低一点 反正啊他从这个银行这边拿到的也不少 所以他觉得赚顾客的呢就少赚一点 那是多吸引一些顾客呗 但是啊上一周他就给我打电话说 银行现在已经开始不给他们钱了 不仅是不给他啊 是给所有的顾客店呢 都是不给这个佣金了 或者说很少很少很少的佣金 所以呢他们就不得不从顾客这边啊 提升一些这个费用 那所以他就给我打电话说 最近的费用要加到呃原价的是2400欧了 所以加了快1000欧的这个费用 那我也跟他说 我说2400欧真的是有点贵 如果你是买这种小房子的话啊 然后如果你这个利率又相差不多的话 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个生意就比较难做了 所以他也是蛮理解的这种情况的 所以为什么给我解释了一个小时 那我就跟他说尽量的把这个价钱压低一点 不然的话呃就算别人找到你拿贷款 但是你这个利率如果不是很好的话 别人最后还是不会要你的服务的 这样你也是白忙了一场对不对 所以最后他也和我说只要是我介绍的 他也会降低价钱 所以应该是在18001900左右 然后如果你的材料会比较容易的话 可能会多降一点点 那如果你材料可能难一点的话 可能就要2000咯左右了 好的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消息 所以现在贷款这个中介肯定是贵了一些的 然后我也问了一下他这个同行嘛 我就跟他说那别人怎么样 他说其他的这个贷款中介 基本上大同小异 也都在增加价格 可能现在一两家没有增的 但是近期也是会把这个增上去 毕竟银行如果不给他们这个佣金的话 他们赚的真的是会比较少的 因为之前大部分的钱都来自于银行给他们的佣金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佣金有疑问的 我可以回答一下 其实啊这个银行给他们的佣金呢 也不影响我们和银行的贷款的 我们和银行签的是多少就是多少 这个银行给这个贷款中介的佣金 是银行自己的事情嘛 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呢现在就是因为这一份的钱没有了 所以呢这个贷款中介只能找顾客多出一点点了 这样的话他才能够维持自己的这个营业额嘛 但是话又说回来 虽然是从一千多欧增长到了快两千欧 虽然涨了大概几百欧吧 但是我觉得毕竟贷款嘛 都是贷个几十万的 而且你这个贷款时间一拉长 二十二十五年 你这个几百欧的钱放到你二十五年 基本就不算什么了 而且啊今年贷款从井 那我已经收到很多朋友跟我说 他们没有贷到款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迟早的和这个贷款中介联系 让他也准备好你的材料 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 只要你把房子已经看好了 然后呢正准备要签这个 compromise de vont 在签这个字之前呢 你就可以找我的这个goutier 把你的材料都给他 让他给你都算好 问一下他 你大概能给我多少的这个贷款利率 然后呢你大概会去什么银行之类的 那他也会提前和银行打招呼 说他以后啊近期啊会有一个客户啊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这样的话呢 只要你那一天把这个compromise de vont 签完之后呢 把这个文件发给他 他就会直接给这个文件给银行 就可以开始这个申请贷款的程序了 这样前期啊又可以省掉一两个星期的这个程序 时间的延期啊 所以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 就是提早和这个贷款中介取得联系 那这样的话呢他也可以提早告诉你 你到底能不能拿到贷款 而且可以大概的告诉你贷款拿到的这个区间 因为毕竟他不是银行 最后还得银行去审批 他只能是拿到你的材料作为一个参考 但是这个参考呢 对你来说前期已经非常的重要了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贷款中介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也希望呢今天的视频可以回答到大家的问题 然后如果大家发现啊 最近这个Gutier的价格往上涨了一些的话 不要太惊讶 看了我的这个视频就大概知道原因了 那其实还是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上涨的 可能银行那边有银行那边的原因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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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